有人不尊重你,不必愤怒,做好这件事才是最好的反击。 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明明你很努力地去做一件事,却被人轻蔑地否定, 明明你全心全意付出一段关系,却被人冷漠对待, 明明你对待别人以礼相待,却换来对方的一句轻蔑的嘲讽。 这种时刻,我们的内心往往会被愤怒,不甘,甚至悲伤填满。 但当一个人不尊重你时,最不需要的就是解,适合愤怒, 读国学经典,无人生智慧,欢迎订阅大道无形。 不理会,有些人说了一些个风凉话,无伤大雅, 对你存有一些误解,不用在乎,我们不是钞票, 做不到所有人都满意,无需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浪费自己最宝贵的时间, 不尊重你的人,其实也配不上你的尊重, 你一笑而过就好,把目光放在那些个尊重你, 喜欢你,懂礼貌的人身上。 这些人不会在不了解你的情况下,轻易误会你, 用难听话伤害你,不争辩。 当有人不尊重你,你和他爆发争吵, 火冒三丈的何人论理,总想让他人对你改观。 最后你会发现,这样做真的很没意思, 不尊重你的人依旧不尊重。 不要想着扭转他的观念,谁怎么看你,怎么想你, 其实都不重要,身正不怕影子歪, 干嘛和三观不合的人生闷气, 你生气,他洋洋得意,他就是故意气着你。 对于这样的人,爱答不理才是最好的回击, 你的无所谓会让他更煎熬。 不内耗,有些人,对于喜欢的人,身上的毛病可以视而不见, 而对于不喜欢的人,一丁点缺点就无限放大。 对于那些个,对你过于挑剔的人, 总是损你抬高自己的人, 你真的没有必要惯着他, 不懂得尊重你,就和他成为路人, 如若抬头,不见低头见。 那就和他客客气气, 用疏远他的行动表示反感。 别人对你彰显恶意, 你没必要再表达善意, 尤其是对不懂得尊重你的人, 别在他的阴霾下生活, 无需内耗生烦恼。 尊重,是善意,是礼貌, 是对他人的珍惜。 当一个人不尊重你, 收起善意,揣着恶意的时候, 你就没必要再尊重他了, 不理会,不争辩,不内耗, 不用因为失去他而遗憾, 欣赏你的人一直在你身边, 尊重你的人永远把你善待。 不计较, 现实里, 如果是被萍水相逢的人, 在小事上不尊重, 那么,我们可以不计较, 因为计较是需要支付成本的, 需要时间成本, 还可能有潜在的其他成本, 毕竟, 我们无法预知对方的性格, 手段, 在这说了, 小事真的值得计较吗? 比方说, 我们在菜场买单, 跟一个摊贩偶然有了点不愉快, 真的值得去大吵大闹, 让事情发酵吗? 其实不必要, 因为这里面会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 需要我们提防, 做人, 不必在小事上过度计较, 以来, 我们不会为此, 收益很多钱, 二来, 可能存在不小的成本, 风险, 不必被别人左右情绪, 若是与那些看不起你, 瞧不上你的人争论而维护尊严, 那就是在做无用功, 也是在拿着别人的主观意念内耗自己, 要知道, 别人的主观态度是你所左右不了的, 有的人认为你是一个无赖, 有的人认为你是个千千君子, 在这些诸多评价中, 重要的在于少数, 更多是无足轻重的评价, 首先不要让别人左右你的情绪, 很多人一听见别人说自己不信, 甚至是诋毁自己, 立马就怒火中烧, 是要找别人理论清楚, 这就陷入了别人的节奏, 也许对方的评价只是空穴来风, 而你却要为之大动肝火, 这是完全没必要的, 无足轻重的人做出的无足轻重的评价, 完全不必理会, 重口难调, 一百个人有一百张嘴, 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对你满意, 也不可能让所有人对你不满意, 过分在意别人的眼光, 最后阻碍的是你自己的发展, 会让你陷入种种精神内耗之中, 从而进入情绪死循环, 无视他们的行为, 莫言曾在文章中写道, 有人喜欢你, 就会有人不喜欢你, 喜欢与不喜欢都是主观的情绪, 绝非人为能够掌控,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偏见, 我们无法抢求每个人都喜欢自己, 因此, 当遇到不尊重你的人时, 最好的回应就是, 无视他们的行为, 无视, 并不意味着软弱或逃避, 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不争一时之长短, 以推为进, 表面上是引人退让, 吃哑巴亏, 实则彰显为人处事的智慧与高明的境界, 它让你从对方的负面情绪中解脱出来, 不让他们的言语和行为, 影响到你的心情和自信, 明义法师曾说, 他有千般几两, 我有一法不理, 事件纷扰, 并非声响洪亮及战力, 更多时候, 静默一对, 方贤力量, 沉默法是最好的回击, 不必为了不值得的人士, 浪费自己的时间精力, 人生还有大把的美好, 挡着自己体验追求, 无视, 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也是对那些不尊重你的人的一种最有力的回应, 实力说明一切, 有句话叫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去吧, 从社会的本质来看, 这个社会是尊重实力的, 所谓物净天则逝者生存, 真正决定, 你未来的不是流言蜚语, 也不是个人形象, 而是你的个人实力, 是不是有一定的变现能力, 是不是有创造美好生活的组织管理能力, 说白了, 实力才是人最重要追求的, 当你有了实力, 即便是有人瞧不起你又如何, 你已经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况且, 当你真的具备了令人畏惧的实力, 你身边哪些看不起你的人才, 会对你刮目相看, 若是你真的看中尊严, 这就是找回尊严的最好方式, 人活一口气, 佛正一炷香, 人的尊严不是靠口舌之争换来的, 也不是靠夸海口说大话换来的, 而是靠自己的一双手杆出来的, 唯有在这复杂的社会中不断突破, 不断增长实力, 你也才有话语权, 才有挺直腰杆说话的底气, 没有实力, 你的尊严也就没有保证, 面对别人的瞧不起, 也只能骂骂咧咧, 借交借造, 以德抱怨, 个人的心性也是一种实力, 有的人本身并没有多少钱, 也并没有多大的能力, 那是因为他还处于发展初期, 还没有干出成绩, 但你就是能看出 他是一个十足的潜力股, 在这机会无限的时代, 他总有着无限可能, 这样的人拥有着强大的心性 和过人的学习能力, 成功只是时间问题, 就好像, 同在同一气跑线上, 为什么总是有人 能超越一众人等八的头筹, 抛开运气成分不谈, 最大的变量就是个人的性格和心性, 他们总是能让自己安静下来, 总是能让自己保持冷静, 不为外界的干扰所影响, 这类人对于别人的各种眼光是免疫的, 他不在乎别人是不是看不起他, 不在乎别人对他或好或坏的评价, 身处低谷, 他会总结经验继续努力, 身处荣誉台, 他也会平平淡淡继续精进, 这类人就像是一个狙击手, 瞄准目标后, 眼里就只有目标而没有其他, 总是风雨雷电, 也只为最后命中目标, 可以这么说, 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 在你没有实力, 没有获得别人认可之前, 你就是有可能会受到别人鄙视的眼光, 你可以说对方是狗眼看人低, 你也可以说对方没有道德, 但事实上你确实遭受了伤害, 人这一生面对的风雨, 不仅是物质上的艰难, 还有这精神上的折磨, 多去经历, 多去与人打交道, 去经历真正的困难, 去面对真正的绝境, 不要想着人生顺顺利利, 当你抵过了所有负面影响, 成功就在你眼前, 远离不尊重你的人, 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负能量的人, 他们如同黑洞一般, 不断地吞噬着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与这些人纠缠不清, 我们只会感到越来越疲惫和无助, 对此,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 屏蔽力是一个人最顶级的能力, 任何消耗你的人和事, 多看一眼都是你的不对, 因此, 当遇到不尊重你的人时, 勇敢地选择远离, 不要让他们的话语和行为, 影响到你的心情和生活, 远离, 并不意味着放弃或逃避, 而是一种积极的自我保护, 它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关注那些真正值得的人和事,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毛母说, 一个人如果因别人的愚蠢而生气的话, 那么他一辈子就会生活在永久的持续愤怒中, 人生的至高境界, 使学会水的智慧, 顺势而行, 以柔克刚, 遇到障碍就绕开, 永远不要愤怒, 当然, 无视和远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它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和内心的坚定, 但请记住, 你的价值并不是由别人的口舌定义的, 而是由你自己的内心和行动决定的, 无论别人如何看待你, 你都应该坚信自己的价值, 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同样的, 你也永远无法让一个不愿尊重你的人理解你的价值, 你放下面子去沟通, 去解释, 若是对方对你遭有成见, 你低解释反而让他更加看不起你, 而如果选择愤怒的反击, 结果往往不是让矛盾加剧, 就是惹得一身骚, 除此之外, 你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毕竟被狗咬了, 我们总不能再咬回来吧, 这样不仅影响心情, 还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时间, 作家莫言给出了他的见解, 当一个人不尊重你的时候, 收起你的大方, 不要沟通, 不要交流, 也不要愤怒和难过, 你只需无视和远离, 不尊重你的人, 大多是自以为是, 打心底瞧不起你的人, 他们如同阴暗的角落, 无法理解, 也无法接纳与你不同的光芒, 与其与这种人纠缠, 不如保护好自己的能量, 专注于成长, 因为你的价值并不是由他们的口舌定义的, 而是由你自己的内心和行动决定的。